這個作品叫做斗方 斗方就是不大,方方的 那這個作品的內容是曹果汁的提畫師 是這一幅畫,他寫了一首詩叫提畫 所以是有畫鏡在裡頭 那胸中正可吞銀木 銀木是哪裡?銀木澤 銀木澤在哪裡? 湖南還是湖北 一個大的詞,大的一個湖 銀木澤 斬以何妨對聖賢? 斬 有人說是燈火 有人是說酒杯 對不對?一斬酒,一杯酒 何妨對聖賢? 有意清秋入橫霍 清秋入橫霍 橫霍是什麼? 橫就是橫山,霍就是霍山 是山啊 衛軍無禁寫江天 江啊天啊 就是高高的天還有江面啊 就是畫的畫景一樣 畫景 所以這個景色很優美 有江天,又有橫霍山,又有銀木澤 是很棒的 所以曹古之把畫景寫在這首詞裡面 老師,他的畫是山水畫 對 所以有山有水啊 所以我寫了以後 然後再用木刻刻起來 其實我寫了以後 有一個人也寫的這首詞 簡明剛寫的這首詞 可能看到我的作品 抄襲 是是是 不見得啦 不見得超喜啊 因為寫的...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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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